周深又发新歌了 看了一眼歌单 发现这已经是一个月之内的第三首新歌了 回顾三首新歌 第一首是周深和胡夏 合唱的天涯近处 这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 第二首是周深独唱而无所畏惧 这是一首游戏主题曲 第三首还是周深独唱的归处 这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 后来发现三首新歌难过了电影 电视剧游戏散的方面 再次证明了周深是OSP大魔王 周深已经是实力和流量兼具的歌手了 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相应的资源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要知道如今周深每一次发布新歌 都能够引来很高的热度 这种热度不仅仅会作为于歌曲 还会作用于电影电视剧游戏 其他很好的宣传效果 再加上周深非常全面 可以驾驭多种风格的音乐 因此周深以后也不会缺少新歌好歌 到了周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也离不开周深的工作室 毕竟整个工作室都服务于周深 在争取资源方面和资源方合作上 都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周深考虑 在周深成立工作室之后 他演唱了很多歌曲 从有些歌曲的歌词当中 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了 如果细看一首歌的歌词 会发现歌词当中透露了很多重要信心 比如说作词 作曲 编曲 制作 合音 混音 各种的乐器手 出品方 发行方 版权方等 而新歌《无所畏惧》 与《归处》的歌词当中 都提到了周深工作室 《无所畏惧》在歌词当中 特别明显了周深工作室 《归处》的出品方是周深工作室 不仅这些新歌如此 之前的何光同城 也特别明显了周深工作室 这都在表明周深工作室 对于歌曲的发布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点非常关键 声明周深和周深的合作非常愉快 一个新成立的工作室 最看重的就是口碑 主要让周深非常认可 才会在歌词当中特意明显 而这种认可 可以转换成实实在在的口碑 在周深的口碑 从而带来更多的资源 目前来看 和周深合作的周深对周深也好 对周深的工作室也好 都很难以 那么周深以后的发展也只会越来越好 因此今天的周深 很有可能会比去年要更忙哦 会有更多的作品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